这六子名号就是我们的免死牌 你要过去 有的人犯了罪 犯了罪 在皇上给他一张令牌 上面写免死 那这个人就可以救活下来 那我们本来是要六道轮回的 厌弃罪状要到五 三个道中长节轮回 但是现在阿弥陀佛这六子名号就是免死牌 就说你不要去六道轮回 这免了我们 既是免死牌也是涉罪令 就涉了大涉了我们的罪 这有罪啊 你要在这世间如果你犯法 判罪了亡法 回避亡法了 那么只有国家领导人 他可以颁布大涉令 这样你就可以本来坐牢的 本来判死刑的 那现在可以不死了免死 那么阿弥陀佛是法界之王 成为法王 他呢 挤录子名号 颁发大涉令 所以在世间说 世间的人王上去有这样的权利 也有这样的爱心 那何况法界的法王呢 当然世间 因为世间有世间的规则 他不能天天搞大涉令啊 那这样他就没办法 因为他的 他的慈悲爱心还不够 阿弥陀佛这个世间 他凭什么 他天天的大涉令 这六字名号 就是永远的摄取 我们一些众生的罪过 那就看你自己呢 能不能体会 你要感受到 这个六字名号的大 这个大涉令 你就怎么办 所以这个坐牢的人 所以现在皇上颁布大涉令了 他们在牢房里马上说 哎呀五皇万岁 万万岁 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不就是感恩 感恩皇上吗 他这时候只有喊皇上的名字 没有别的 因为一见不着皇上 只能喊 喊皇上的名字 那阿弥陀佛呢 设了我们的罪 那我们也只有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归命 只有这样 所以这 阿弥陀佛如果自己看 就要知道 这是射出大涉天下 射了我们的罪 那我们当然只有身心念念 念阿弥陀佛名号 感恩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